19岁的时候就认识一个 因为他很喜欢唱歌 然后我一次就是他的一个dinner 然后我去唱歌 他是很喜欢你的女生 他很喜欢唱歌 很喜欢唱歌 从以前就很喜欢唱歌 就喜欢听别人唱歌他也喜欢唱歌 就变朋友了 然后就跟他们家人常常一直出来 然后就跟他儿子现在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没有好像父亲节啊 这些的我们都会去 父亲节还是生日啊 生日的派对 我在家里吃饭 没有啦 通常都是简单的家庭聚会 他不像老人家 他像个大小孩 他每次看到我都是 都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很开心 他每次都是常常笑的 从以前就是很爱笑 然后在这几年我 比较不好的时候 他常常给我很多很棒的建议 跟很大的鼓励 给我很多他的长辈的一些wisdom 然后开导我这样子 所以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很开心可以跟他认识 所以我只要没有工作 我一听到消息我就马上就对了 对了 对了 对了